大家早安 歡迎收看今天8月1號 星期四的財經早點名 我是陳坤仁分析師 每天早上8點在中視頻道 為您做直播的播出 我們節目如果你是新剛開始看的 投資朋友 觀眾朋友們的話 我先跟你做一個提醒 就是我們節目不是 一般的新聞的播報的節目 我們會跟你很清楚的解析 國際股市跟台股的一些方向 甚至像是操作的提醒 跟一些好的個股的分享 這是我們覺得可以來中視頻道 來跟大家做分享很快樂的一個地方 比方說你今天看到工商時報 或者是經濟日報的頭版頭條的話 你應該會看到這些新聞 但是這些新聞都已經不是最新的新聞了 你看這是工商跟你講 美國的財報週 超微的財報量晶晶成為台股的新靠山 但是這是我們昨天的 昨天早上的節目 就已經跟你講了 因為那現在是盤後的報告 因為現在已經公布出來的 像是Meta 已經正式公布出來 你們最新的財報了 可是新聞不會在這個時間點告訴你 可是我能告訴你 我們會提醒你 所以這是昨天就跟大家說過的 AMD超微的財報 今天上工商時報的頭版頭條 然後這個是今天你看到的 經濟日報的頭版頭條 叫做是台股7月外資提款 三千五百零二億元 然後重挫了八百三十二點 你看到的都很恐怖 然後你看到經濟成長率下修 就覺得很害怕 可是問題是 其實今天清晨凌晨兩點的時候 有一件全球最重要最重要的大事 也就是FED FOMC的利率會議 已經正式的明確的告訴你 它九月會去做評估降息喔 所以其實今天美股四大指數 在現在目前的一個狀況 收盤了 然後全面大漲 全面飆漲 揮答AI領頭羊 全球的領頭羊 今天股價大漲了12.8% 台積電ATR跟著一起暴漲了7.29% 那這是什麼原因 或者是FED到底講了什麼事情 我們今天完整跟大家做說明 台股的重點的部分的話 一樣會放在現在目前 如果跟著美股一起動 跟著美股一起漲 你該怎麼樣去做操作 或者最近有沒有哪一些好的股票 你可以跟著我們一起 找到那個逢低承接的 好的買點的地方 那利控出境了 所以在今天的四大指數 是美股是暴漲的 然後在選股方向的話 我先跟大家做提醒 這個這幾天 或像是今天好了 就是你會先看到四大全值股 台積電 鴻海 聯發科 和廣達 都能夠先去做一個回穩 甚至轉牆 因為他們這個時間點 全部都是投資價值 只是那個低點 你要好好的去找到它 而不是接刀子 而是你要守穩 再來買 你不要追高 所以這是現在目前 操作很重要的方向 那AI的部分也會是今天的重點 甚至像是 我們跟大家講過很多次了 看大做小看大做小 台積電 它的受惠股們 也會在這邊去做一個 輪漲輪動的過程 那領頭羊怎麼抓 待會告訴你 我們先看一下 FED在今天凌晨2點的時候 那個利率會議 全球就在關注的事情 那順便跟大家做一個補充 昨天的日本央行 也正式去做一個升息了 可是它升息反而帶來 相關的利空出境 因為大家在擔心的一件事情是 會不會因為升息的關係 原本之前有日圓的套利交易 carry trade 他們原本去借日圓 去來買股票 借日圓買一些風險性資產 投稅性的資產 因為日本升息的關係 結果錢都回去日本 但沒有 因為昨天的日本的央行升息 反而帶來利空出境 股市繼續漲 這是今天剛剛最新最新的 FED利率會議的相關的重點 我不曉得其他的節目 開始講了沒 但是我們今天幫大家做 很重要的重點的補充 來 第一件事情 FED主席鮑爾 他在會後的記者會的時候 他告訴你說 我們維持利率不變 5.25到5.5% 不過他看到的一些好的訊息 比方說他告訴你的一件事情是 他看到的是 就業和通膨的風險 趨於更好的平衡 因為原本大家在擔心說 會不會通膨太強 然後結果就業不行 結果他告訴你 不會不會不會 已經看到很好了 就業也好 通膨也趨緩了 所以這是他現在目前看到的方向 所以他這一次 第一次講到說 最快會有可能會在9月份 也就是在下一個月份 因為FED是一個半月會 召開一次會議 所以8月開完就是9月中 所以9月中的那一次的會議的話 就會去做討論 降息的這樣評估 所以這是昨天 這是今天 清晨美股大漲的主要的原因 那他也講到幾個重點 全部都是市場想聽到的 來第一件事情是說 降息取決於整體的數據 他不會只有單看單一指標 所以他會通盤的考量 現在目前的失業率 通膨率 勞動市場 甚至這樣一些經濟數據 來告訴你說 目前能不能去做降息 那市場正在看的一件事情是 會不會衰退 可是他跟你講說不會 因為他看到這件事情 是令人歡喜的 然後他當然會對於衰退的事情 去做一個保持警惕的這樣子的說明 所以市場想聽的 他都告訴你了 通膨2%的目標區 他認為取得更進一步的進展 因為要有更進一步的進展 他才可以正式啟動 他的一些貨幣政策 跟降息的循環 然後他還很有趣的告訴你說 你看這句話 就明明就是政治啦 他說降息無關政治 我告訴你啦 因為其實最近的美國總統 正在大選中 所以如果他在9月份 能夠去做降息的話 一定對現在目前的執政黨 民主黨 就是在賀錦麗 新任的總統候選人這邊 一定有他的幫助 那川普他也說了 你如果敢給我 你都敢給我去做降息動作的話 我很難保證你鮑爾的任期 如果你給我到11月才開始去做 降息的話 我可以讓你 就是我可以讓你在你的任期 任內把它做完 這都是政治啊 所以現在目前 他們就在救股票 救政治 所以這就是現在目前 美股的方向 一定會互盤 就像我們最近的台股 我們台股的部分的話 真的也是有人在互盤 一定都有 這個互盤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透過 最近的一些關股券商 這也是我們不斷跟大家提醒過的 關股券商他們就在逢低 逢低買股票 所以這個逢低買股票的動作 它就是互盤 給你出來一些好的政治方向 數據方向的話 這也是互盤 所以目前看到的FedWatch 就是全市場在評估 Fed 聯準會 會不會去做降息跟升息的 這些動作的預估的話 已經看到一件事情 有沒有我跟你說過了 現在7月嘛 再來是9月中 所以9月18號的時候 就會再次召開他們的會議 那會議的話是這邊是 降息一碼有87%多 然後降息兩碼有12%多 所以一碼到兩碼就是這100% 完全就是會降息 這是現在目前的市場的共識 也是現在市場上面最想看到的事情 昨天今天凌晨的鮑爾主席 他全部告訴你 所以每股市場指數全面的暴漲了 我們剛剛看到的像是輝達漲12% 我們自己的台積電也大漲了7%多的ADR 所以這邊來繼續跟著我們看 在最近這段時間裡面 我相信真的大家在投資上面 在自己的持股上面 你就會覺得怎麼又跌 怎麼這麼不舒服不愉快 可是在我們的節目裡面 你看這都是每天每天 你看這是中市8點20分 中市8點11分 7月31號 7月26號 我們不斷不斷跟大家提醒說 這一次的台股它叫做是補跌 它這一次的台股叫做是 測試基線支撐去清洗伏額 我這邊念給你聽 如果你的手機不夠大支的話 你可以用電視看 如果你都就是還看不太清楚的話 沒關係 你可以聽著我跟你說的 這裡我說到的是 季線如果跌破在站上的話 反而更能夠清洗伏額 所以請你不用擔心 因為這一次跟上一次 4月19號的時候 都來去做測試基線的動作 那4月19號的那一次 就是在台股大跌了1000點的時候 我也在我的LINE的粉絲團 因為我不只是只有中市的直播節目 我自己也有LINE粉絲團 我自己也有YouTube 所以如果你在這邊看不清楚 看不懂的地方 LINE加起來來問我 比方說像上一次 4月19號的那一次台股盤中 大跌了1000點的那一次 我告訴你那一次就在洗伏額 有沒有 我現在目前沒有手任何畫東西 結果你看那時候我畫的 清清楚楚告訴你幾件事情 是爆亮 因為一次就洗乾淨了 可是這一次不一樣的地方 是因為它下沙下跌是沒有量的 因為沒有量 所以籌碼伏額洗不乾淨 它就必須要用以跌止跌 或者是用錯殺超跌的方式來帶來守穩再上 所以這是現在目前前一陣子 8月份 7月份的時候 台股大跌了832點的主要原因 可是跌出來它都是投資價值 跌出來都是滿滿的機會 就像上次 最近我們不斷跟大家講說 如果你手上原本有一些 沒有跟上這一波的 台股大漲的行情的股票 你就會發現說 怎麼別人都漲得那麼高了 然後可是我手上沒有漲 我就說沒關係嘛 你就趁這一次 這些好的股票 好壞通殺通殺通殺 殺下來的時候 你再來做換股嘛 你之前換會覺得現換現虧 而且人家那麼高 你不一定敢換 可是這一次跌下來的過程的話 你就趁著現在目前 怎麼好股票也蹲下來了 跌下來了 快啊換啊 然後你就可以跟上這一波 手穩再上的這樣行情 可是如果你手上這些個股 你都沒有去做調整的話 你可能10檔20檔都抱在那邊 每天都浮浮沉沉的 這是接下來你可能會遇到一樣的事情 那你如果真的有10檔20檔 你去買ETF就好了 你買個0050 績效都比你好 可是如果你願意做換股的操作的話 其實我覺得你這個時間點 你應該可以找到好的機會 那甚至我也說過了 如果你這些好的股票跌下來了 我手上有沒有這種股票 我有 我老實告訴你 我手上的一些持股也有下來的 可是我知道該做一件事情 就是逢低好的股票 我敢加碼 因為它會拉回再上再創高 所以這是現在 目前你可以做的事情 那因為節目的關係 所以在節目的廣告的時候 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我們的LINE 或者是直接撥電話進來 我來告訴你說你的煩惱股 我該怎麼樣幫你去做一些 相關的調整 好的股票加碼 可是如果真的不對的話 我來幫你做換股 我的私藏翻倍股給你 所以廣告的時候 可以先撥電話 或者LINE把它加起來 我們好好的來做分享 歡迎來到 《財經早點名》的節目現場 我是陳坤仁 來 今天的台股 它一定是暴漲 為什麼會暴漲 不是因為工商時報 《經濟日報》頭版頭條 而是今天凌晨最早最早的 FED利率會議 已經告訴你了 維持利率不變 7月份 然後9月份 會去開始評估降息的 這樣子的動作 所以這是今天 美股會大漲的原因 跟今天台股會跟上 大漲的主要的原因 好 現在問題來了 問題就是說 那今天如果大漲了 大家都已經噴上去了怎麼辦 所以我給大家幾個方向來 第一件事情請你先看 我們現在目前跟大家做 行情的研判 為什麼這一次會跌破季線 剛剛上半段 或者我最近一直不斷跟大家講過了 就是因為洗不夠 大家都還在太樂觀 或者大家還不恐慌 所以這一次的話就洗破季線 來讓市場來讓新聞告訴你說 好恐怖 破季線了 那你要小心 可是我告訴你 這才是真正的洗伏額的開始 所以這一次的狀況的話 跟上一次我們剛剛說到的 4月19號的時候 不一樣的原因就是因為 籌碼洗不乾淨 所以拉回 蹲低 破季線再上 所以這一次的情境的話 就會變成是因為美股的反彈 所以台股今天會跟上 那跟上的過程的話 你稍微留意一下 因為今天一定大漲 可能漲個400點 我認為有機會 因為漲400點 這是現在目前跟上國際股市 或者跟上現在目前 短線上面漲幅的一個 很重要的地方 但是因為如果再漲400點的話 你看這邊 昨天收盤是22199 賺222 200好了 那你加400就大約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600到700 22 6到22 700的這附近的位置 所以這邊就必然會遇到 第一次的頸線的壓力區 可是遇到頸線壓力區的時候 它會拉回再上 所以這邊的兩個買點 我跟大家做一個提醒 如果你是夠積極的人的話 你今天就跟著去衝 當然如果你比較積極的人的話 還是要請你顧好 你自己的資金的控管 那如果你是比較穩健 比較保守 你希望能夠抱波段的話 你也可以跟著我們 就是找到跟上第二大的好買點 也就是拉回之後再上 所以今天會是短線上面 極好的買點 那拉回再上 就會是波段更好的一個買點 來我這邊箭頭花不夠多 我告訴你會再創新高 所以到時候你會看到 再創新高的台股 你看到會是一些指標股 帶著衝的相關的台股 那我們節目裡面 也會跟大家解析說 你看比方說 你看這裡 你有沒有被我畫得亂七八糟的 我就跟你說 這該怎麼看 那該怎麼分析 真正的買點在哪裡 你看這裡 這是我自己的YouTube 因為早上時間的關係 現在已經8點18分了 我們等一下就要下節目 可是你可以在我的Line跟YT上面 看到更多更多的內容 這是鴻海 我相信應該很多人 在前一陣子看到 200塊了趕快追 但是結果你一追 就跌下來的鴻海 或者是你看到1000塊趕快追 結果就破1000塊的台積電 但我也都跟大家說過了 這邊絕對都是投資價值 只是你不要去做追高殺地的這種動作 因為追高殺地看新聞很容易很嗨 可是那個很嗨 就帶來你一些短信上面的一些錯誤的決策 可是如果你真的看 像隨便舉一檔 就是鴻海 那前一陣子他跌到190塊 有沒有看到這190被畫得很醜的那個字 但是我告訴你這就是分析 這就是法人的數據的分析的方式 明年的鴻海 你知道鴻海明年EPS賺多少嗎 我知道啊 法人也知道啊 就15塊啊 那15塊的鴻海 如果15倍的本益比 他就應該有225塊的投資價值 可問題是到225的時候 就有一堆人在120 130 150 買上來的人就賣出 因為他們覺得說 反映明年的獲利了啊 那我該獲利了結一趟了啊 結果一堆的新聞跟你說鴻海鴻海好棒棒 接到GP200訂單好棒棒 結果你去追 結果就跌下來 然後你就覺得 怎麼又追高 的這種問題 可是我告訴你 它跌下來之後 又跌出它的投資價值 因為190塊的鴻海 跌到了季線附近支撐的鴻海 就會是有支撐的鴻海 跟有人願意去做低接的鴻海 所以這是在鴻海的部分 那很多個股都有這樣的觀念 那或者是說 我們之前也跟大家說過了 因為先跌會先止跌 然後你盯著領頭羊 它就會指出你的方向 那我們之前也分享過 很多的好的股票 當然有一些個股 我不是在節目上面亂槍打鳥 而是我們會在節目上面跟你說 你這個族群有哪一些個股 你可以盯哪一檔 那我們要真的要做會員的 就是家族成員的實際操作的時候 我也會很清楚的跟我們的團隊會員 家族成員們說 多少錢怎麼買 原因是什麼 比方說像前一陣子的綠能 你看像什麼雲爆能源在飆的時候 我們也都抓到 但我也告訴你說 你在這邊不是在這邊去追雲爆 因為這種個股短線上面 已經是大漲過後了 可是它會不會只跌 會 它是不是產業的指標 是 所以當綠能的什麼時間點 資金回去的時候 它會去再找雲爆能源 所以這種個股的話 就會來跟大家做提醒跟追蹤 或者我跟你講過了 台積電報名牌 我這邊QR Code有遮住了 如果你要完整版的話 來手機跟著我把它拿起來 然後把你的照相的功能 把它打開來 掃一下QR Code就可以加到我的LINE這邊 拿到這些相關的完整版 之前的資訊一起拿到 現在好像iPhone手機也可以 因為這支是三星的手機 所以不管iPhone不管是三星 現在只要打開手機的照相功能 掃QR Code就可以加我的LINE 來 繼續往下走 走下去 邊掃邊聽 來 台積電報的名牌 這裡其實很多檔 這裡有六檔的股票 我也跟你說過了 我不是跟你亂槍打鳥 但是就是有這麼多的好的股票 在這邊去做一個輪漲輪動 所以在輪漲輪動的過程的話 你要找到那種 有機會 最有機會轉強的股票 那種股票的話 比方說像是前一陣子的紅碩 或者像是最近的新科 我們都跟大家講過很多很多次 因為這不是我講的 這是台積電跟你講的 他在法術會的時候 是不是跟你講說 我們的COAS產能不足 然後前陣子 你還有聽到新聞說 揮達跟台積電吵架 有沒有 吵什麼 揮說 揮達說 你叫台積電你要擴產 然後台積電說 我為什麼要擴產 因為你如果哪一天不跟我下單的話 我怎麼辦 所以他就只能持續維持著 穩健增長的產能 讓這市場上面持續供不應求 讓這些標股繼續標 這就是原因 這是你有沒有看懂 所以這樣的情境之下的話 紅碩是標股 不是叫你最高買 而且它已經是 漲上千金之後 已經漲了60%了 所以你如果 敢再買在1000塊的人的話 你一張至少賺60萬 那另外 貴的不敢買你買便宜的嘛 新科啊 我們不是才跟大家說過了 你看這裡 這哪一天 7月29號的財經早點名 你現在在看到的節目 時間是早上8點10分 你現在在看到的節目 8點23分 又再講一次 這是31號 我講了29講 30講 31號都在講 然後結果你就看到啊 漲停再漲停 有沒有 那為什麼新科會漲停 我也跟大家說過了 看大做小 他爸爸是誰 他是中鋼的轉投資 中鋼會不會漲 不好意思不會漲 因為他就是傳產股 他就是大直的 他就是景氣循環股 你除非哪一天 鋼鐵的報價開始飆了 開始漲了 這種股票才會漲 可是他們家的小朋友 新科就會漲 就像鋼海他會不會漲 穩穩的還不錯 可是他會飆的是誰 什麼尤威科 然後什麼陽城 都飆翻天了 因為那就是有面板級的 散出型的封裝 所以在降情境之下的話 如果 我先說 新科這種股票 漲多了你就別追了 因為今天應該會在 大支的身上比較有表現 可是小支的不是不會動 而是市場上面的資金 他就只有一套而已 所以在這一套的資金裡面 你就必須要找到 那個資金的方向 那我再快速講幾檔個股給你聽 你就有這樣的感覺了 來回來到我的電腦的畫面的時候 你看喔 我跟你講什麼 我有沒有跟你講過 跌破一千塊的台積電 你先別買 但是你看 它是不是就跟剛剛我們看到的那個 你看我開始畫圖了有沒有 來 這是台積電 跌到了季線附近 是不是就有人開始願意去做低階了 所以它就會變成是 九百這邊附近是鐵板 然後遇到那個 一千塊的附近的話 就有壓力 所以這就是今天會回穩 但是即將要遇到 一千塊壓力的台積電 那鴻海我也說過 有沒有 測了季線之後 自然就有縫低買盤 然後 這是昨天開法說會的聯發科 那聯發科的狀況的話 其實它今年的第三季 應該不會太好 可是剛好可以趁著這一次的利空 來去做利空的測試 因為如果今天行情這麼好 那它用利空來徹底再上 這就會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或者你看這3443的創意 我們也跟大家說過 這就是投信砍出來的阿呆股 這個阿呆股為什麼會被砍出來 原因就是因為 他說他第三季保守 因為營收有些小調 可是我告訴你沒有 因為他全年成長 明年繼續成長 所以這個爆大量就是 喜福兒的觀念 聽懂嗎 所以喜福兒不是叫你去做沙滴 而是他準備要再上 的這樣一個機會 那當然時間的關係 我還是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如果你真的需要 我們更多更多的資訊 你看連今天 我今天早上起來看到 台股準備要暴漲了 我趕快把那個暴跌畫插插 暴漲變暴跌 暴跌變暴漲 因為真的有太多太多的 這樣子的新聞來干擾著你 可是航行是偏多的 波段是偏多的 所以你需要任何的協助的話 你需要把你的煩惱的個股 來跟我們做調整的話 把我們的LINE 或者用撥電話進來的方式 我來帶你操作 台股加油 大家加油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